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支讲废通的节目 我是Dave 梁耀康 今天我们会有华盛证券、证券分析师聂振帮聂sir 与我们一起做分析 讲过股和之前 请聂sir出来之前 我们就分析一下 先看看今天的大事走向 我们先看看恒指日线图 恒指日线图 记得到今天恒指走势相对上比较差 全日跌479点 最多跌超过500点 为什么跌得这么多呢 主要是午市回来之后A股下跌 美股期货方面就跌了 拉动恒指方面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调整 因为我们看回今早上就来说股市其实也不是说有什么点跌 曾经也有度度升过 但是就去到下午回来 就跟着美股方面的期货就一路一路就向下了 好像之前那样说 失了一个升跪之后 昨天叫我虽然开回阳烛 但是如果再穿回昨天的低位来说 其实走势上都会是一个很差的情况 向下就是看24000点 另外我们看回美国的情况 其实昨天说过 应该要看回美国科技股盘后的业绩情况 几个重大的科技股公布了业绩 Apple、Amazon、Facebook和Alphabet 就是Google母公司 都公布了业绩 做得比较英俊一点 还有本后有升幅的就是Alphabet 另外那几个本后也要下跌 我们看回现在整体上的走势 也算是偏远一点点 我们就请一下叶Sir出来 跟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就想问一下叶Sir 你现在怎样看美国股市的走势情况 还有对香港股市走势 你要怎样分析 美股来说 我想就受到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第一个就好像Daze所说 都会是关心大选 因为下个星期就会知道结果 另外两个方面 就是市场这两个星期都有关注 就是美国的经济救助方案 到底是什么时候会推出 现在就似乎是 就是大选之前都应该是推出不了的了 不过是否真的选完了之后 就是立即会推出这个救助方案呢 还是这个白宫和民主党那边 仍然在金额那里 都是有一个拉脚指导 是一再滞后呢 这个都是存在着一个变数 另外呢 近期看到呢 欧美那个疫情呢 都有一个持续恶化的跡象 在那里 就看回呢 美国那边呢 那个单日新增的数字呢 都说的是 超过7万4千宗 以单日来计算都是多的 如果看回呢 之前来说呢 就已经是 去到3月那些时间呢 的一个高的位置了 所以呢 就几个因素去加上的时候呢 似乎呢 就投资者呢 就开始 这个恐慌程序是多一点的 所以呢 以至到呢 美股呢 都是出现年番的斗牙 那呢 就算是昨天呢 美股有反弹都好 那其实你只是看道指呢 都升回呢 不到200点的时候呢 但是之前呢 连续3月加上呢 是跌了超过1600点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下的反弹这么少了 那再加上呢 特朗普也有说到呢 是盘后的时候呢 都是有一些的科技股 就供到业绩了 那其实呢 就普遍来说呢 都是好过市场预期的 那但是呢 这些股份呢 就呢 有5个股份呢 其中的4个都是跌了 那就是 即是首当其中 就是苹果公司 那就是 那就是呢 都是持续的一个 跌的状况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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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整体来到去看 就是呢 美股的一个 的高额呢 相对上 都是比较大的 那后市来说 暂时就不适而 那么乐观 那如果你说呢 看回道指来算的时候呢 呢 看看呢 有没有机会呢 在这个 26,300点 或者是呢 26,000点 这些位置呢 有一个的支持 好啊 那说股走势方面呢 你会怎样看呢 那今天的行指来说 都跌成差不多 五百点了 那未来是否都会继续偏远呢 那就是 旗洁之前的时候呢 那某程度上呢 那个股市呢 就不是很跟美股的表现的 那就是 那就是 或多或少 有机会是 那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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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呢 就跟着呢 美股的表现来到去 那变成呢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那里面呢 那尤其是呢 那是呢 那尤其是呢 那是呢 那是呢 那呢 那呢 那港股来说呢 那可能呢 那我们的科网股呢 都是呢 有一个的 高位去获利的盘出现的时候呢 那可能呢 都会令到呢 是港股有一个的 瘦颜的状况在那里 那你就呢 看回呢 今天呢 是其次呢 其实呢 就 跌穿了 是两万四千点之后呢 那呢 就呢 就已经是徘徊着呢 就开始是 有一个的存定的迹象在那里 那如果你说呢 过了四点之后呢 那呢 就四点到四点半呢 其实呢 都反弹了呢 是差不多有180点呢 来到去收市的 那呢 似乎呢 二万四千点这一个位呢 相对上来说呢 都是比较硬正的 那我想呢 下个星期的 焦点呢 就看回呢 是 大选前的时候呢 那就是 美国大选之前呢 那就行指 可不可以 守得住 是二万四千点 这个位置 那如果守得住的时候呢 那我相信呢 就个指数会呢 逐步是可以呢 是回升回去 两万四千五百点附近 那但是呢 如果呢 如果这么不幸 美股继续跌 就拖累我们呢 都呢 如果呢 就呢 可以去 留意 呢 其实呢 就呢 中间那些位置 就没有什么 一些支持位 或者是横行区 在那里了 那呢 就变成了呢 有机会呢 可能是下到去 之前呢 九月二十五号的低位 那有机会呢 差不多是 挨近是 两万三千一 这些位置呢 才是支持的 所以呢 暂时来说 两万四千点呢 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些 嗯 那大家在恒指方面 就要看着 二万四千点 能不能守得住了 那说完大市之后呢 那我要找聂sir来分析一下 这个十四五规划的 纲要的一些投资机会 那其实是很 这个纲要里面 我们会见到 很多的不同的机会 那其中一个 就是半导体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那个 公告 公布 其实里面有一个目标 就是提到 要把这个关键的 核心技术实现 重大突破 那所以很多人就会看 可能半导体方面 会不会再有一些政策 去扶持 那聂sir 你怎么看 其实半导体里面 那几只股 你会觉得 哪一只会是机会呢 那就 半导体股来说 其中一个销点 我觉得可以留意 这个中心国际 那因为之前 它高位的时候 都是整四十四个板 一路跌到来 去到现在的水平 那今天收到 22.75 一路半的 那这个跌幅呢 都有是差不多是五成的了 那但是呢 就按回全国策来去看的时候 那似乎呢 是这一些的 芯片啊 芯片啊 那一个的需求 都是比较大的 那不排除呢 那国家呢 都会呢 有一些的资金 或者是呢 有其他的支援呢 是帮到这一些公司 来去发展的 那所以呢 就算呢 就算呢 美国是想把握这个 中心国际都好 那就 未必真是呢 对于中心国际 那一个 那一个的业务呢 构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所以呢 那现在呢 就呢 就呢 已经见到的资金都陆续是 是 入到这个的中心国际那里 那那呢 那呢 按着这个技术走势来到去看的时候呢 那 那短期呢 就呢 应该是有机会呢 可以是呢 重上25元 或者是26元 这些位置 那相对上 现在呢 22个多的时候呢 那那 那前授征股呢 都有是 接近两成的 那如果你说呢 现价买入了的时候呢 那 但是如果你受到 大致的气氛拖累的话呢 那可以呢 就设定一个的止蚀位 那如果延续两天 是收低于21元的话呢 那才考虑呢 就做止蚀离场的 那说完这个半套体股啊 那另外一个要看的板块 就是科技股了 那也都提到了 那其实公告也提到 要强调这个科技创新的 那这样就要将很多的 用国产 和要做一个自主可控 那其实科技来说 就有很多不同的板块 譬如说是5G 物联网啊或者云等等的技术 那你要看科技方面的机会 你会觉得哪些是最值得留意呢 那始终呢 就市场的关注点呢 都会在一些大型的科技企业那里 那我自己会看的时候呢 那其中一间呢 就是这个的腾讯 那因为呢 就是刚才说到呢 那些业务的范围的时候呢 其实某程度上呢 就腾讯呢 都有是涉及到的 那就是 到了呢 未来的那个趋势来说呢 可能呢 对于它那个业务的增长引擎呢 仍然是可以有一个拓展的状况 那还有呢 近期来说呢 就美国就似乎呢 就不能够真是很成功地 打压到这个的WeChat 那这样呢 因为呢 就反映就推翻了 那这样呢 所以呢 那个WeChat就不下架了 那这个消息呢 都刺激了呢 是 腾讯呢 这个股价就一路上升了 那甚至乎呢 那些大行呢 都纷纷去看好呢 就将那个目标价呢 有些是上调去到 整个八百元这些位置 那对比起来 就今天换了那个股价的时候呢 都未到六百元 那那个前载星属来说呢 相对上呢 都是挺吸引的 那但是呢 就需要留意回呢 因为呢 腾讯呢 最近来说呢 都升得是比较急一些 那就 变成了如果你说 那大肆气氛呢 是有机会会受压的时候呢 可能呢 就呢 对于它的股价表现都会有影响 那如果呢 就想吸纳的朋友呢 我觉得呢 可以等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呢 就在这个五百六十元 到五百七十元之间 先考虑做一个的吸纳 那可以就作为一个 中长线的部署呢 就去到出现的一个目标价呢 暂时呢 可以是看七百元到七百二十元 嗯 另外都很多人关心的 其中一个股 就是也都是 关于科技 以及一个 今次来说 都很强调的清洁能源 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来说 他刚刚刚说的那个 轨迹 其实都算了 或者相对上帥仔 那今天其实都升过的 但是 要是随着市场来说 就最后都收跌了1.6% 那比亚迪去到 现在大概去到 一百六十元这些水平 那 PE又叫做很高 但是他也是受惠住一个国策的 那你怎样看比亚迪的股份呢 比亚迪 比如说 就一路升上来 就都是有这个业绩的支持的 就看他最近公布 第三季的一个季绩的时候 那个同比的增长 对比上一年 是说的是超过13倍 那当然因为涨钱的低 但是呢 如果你计算是首三季 他那个的盈利表现 你去看的时候 都在说的是 是在说的是 比增的效果 所以就 现在呢 他那个的市盈量 虽然看到 是说的是超过二百倍以上 但是市场就充正 未来的一个新能源汽车 在内地的市场来说 那个发展潜力很大 那还有呢 如果你的内地呢 就真的相对上 比较发展成熟的新能源汽车股份 那只是特别压力 那所以呢 这个资金会有一个追捧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其实呢 市场呢 都会是看着 美股那些的新能源汽车呢 那个的表现 那特别就会是看特斯拉 那如果特斯拉 它持续是有一个好的股价表现的时候 那对于呢 比较值来说 股价都会是受惠的 那但是呢 就 刚才开始的时候都说过了 美股不买出去 有机会收压 那 那所以呢 可能呢 比较值如果你说 现在这个位置吸纳的 我觉得呢 就相对上的风险就高一点 那可以呢 不妨等一等 看看有没有机会呢 在135元或者是140元之间呢 就才是去考虑投稿 那这样呢 就去到出点来说呢 那我想呢 暂时呢 这个股价呢 就可以是上网190元到200元 这些位置 嗯 那听完聂Sir说 这个半导体 和科技股板块之后 其实也有些板块可以留意一下 那就是健康医疗 那其实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在145这个规划里面 其实他将这个人口老龄化 是上升到一个国策的层片 那我们看回他之前是135个规划 那他用的字眼就是 積極去开展应对人口老化这个行动 那他今次就用上了这个 要实施 積極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未来五年来说 那国家来说 对这个人口老化问题 其实都会有一个重点去处理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比如说一些生物科技股 如果我看的话 那另外其实是一些 网上的保险股 或者是网上的医疗平台 那大家也可以去注意 那比如说 以色列压力健康来说 近期来说 做的表现就相对上 是 叫做是偏远一点点的 那但是 我们看看他刚刚公布了的业绩 那他再说他公布了业绩 是有转规为盈的 为什么呢 其实有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由于互联网和健康意识的提升 另外就是由于在4月的时候 那时候就将阿里健康拼入去 第三个就是那个规模效益 就帮助到公司去改善到 那个盈利表现 那再看去那个股价走势来看 那短期我们看回去 首先看去那个19.9 能不能够守得住 如果守不住的话 那我们去下一个位 那要看回17.26 那些附近的水平 那其实长远来看 仍然是一只可以吸纳的股份 如果我看的话 那但是短期来说 其实受惠住 其实近期来说 那个港股 那个走约 还有那个走势来说 都相对上偏远一点点 那如果未持有的话 不妨就等它 看看会不会在这个 17.26 附近这些水平 才去吸纳 那除了健康医疗之外 那另外其实就是一个 结症能愈 那个相关的机会 大家也都可以去看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是绿色的政策 其实都是一直一直 其实是内地方面 其实是近几年都做的 那另外近期来说 是多受市场关注 就是说要去到2060年 就是希望实现这个碳中和 所以来着一个 结症方面 那个投资的机会 其实都会挺大 那大家就可以留意 都是一些股份 那譬如说是这个 是一只968的 好 让我拌它出来先 给大家看个古图 968就是顺耳光能 它主要是光伏玻璃 那近期来说 一路一路都做得很好 就是受惠着光伏玻璃的价格上升 还有到年底来说 光伏的产能 其实是一个装机潮在 所以就带动到 其实相关的玻璃的价格上升了上来 其实看回一些行业的数据 看到就算是近月来说 那个仍然都是维持着一个升势的 好了 如果想去留意的朋友 那便建议你留意 那个短期的升跪支持 看看它会不会支持得住 那如果想买的话 就要看着这些这样的位置 如果是譬如说你之前拿着 又是有很多 profit的话 就不妨如果真的跌穿这些位置 就可能就要止一止蚀少少 那你首先就看着12元这些位置 那再向下就会是10.6元这些支持 那说完我们的十四五规划的 这些板块和投资机会 那我们今天请到聂长来 就说找聂长来 就打一答我们的网友的一些 一些问股的问题 那有网友呢 他就想问一问山东黄金 那早前来来说 就因为其实金价上升 那就带动到很多黄金股 那就升了上来 那就是1787的 那就是山东黄金 那我们就要问一问聂长 你怎样看山东黄金的走势呢 那见到他近期来说 就好像是不是都几斤 那个金价跌回来去有回軟呢 那这个走势都和金价 那个关系性呢都是比较强一点 那就是近期来说 就美汇就开始转强 那就是对于金价来说呢 都会是有一个影响在那里了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之前呢 是美股的表现做好 那所以呢 就是以至少那些资金呢 都从这个黄金呢 就流回到美股那里的时候呢 都会影响了金价的表现的 那好了 那但是呢 随着美股呢 是一路过一个跌势的时候呢 那我相信呢 就会 就会 前期来说呢 黄金呢 都开始是有一个支持在那里了 那就是 暂时去看的时候呢 应该呢 在1840元这个位呢 这个支持率会比较快一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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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呢 考虑在现水平 那现在呢 就是呢 18.22元呢 都可以是考虑的 那但是如果你说 对于一些压谨慎的投资者的话呢 那可以看一下呢 有没有机会呢 就介乎 在17.5到17.8之间呢 才考虑来去做一个的 的 那上网来说呢 如果呢 就呢 如果呢 去参考 9月初的时候呢 那一个的股价表现呢 其实可以呢 就去到呢 是20.5到21元的 那可以呢 作为这些位呢 是 用来呢 是做一个的目标价 好 那另外有网友家 其实就问的 就是韋亦达 韋亦达就主要做些 儿童的学习产品 那另外来说呢 他也都会有 电子学习产品 也都会有做些电信的产品 好 那我想问一问 叶sir 韋亦达你怎么看呢 因为那个息也很高 那些人又想着 会不会是一只好的收息股呢 呃 呃 韋亦达呢 如果你说呢 看股息率呢 现在都说着有8厘的 那相对上来说呢 的确是挺吸引的 但是呢 就要去留意一下呢 他在8月的时候呢 那个低位呢 就是大概是41元 那去到现在呢 51个多的时候呢 那他股价呢 都已经是升了 是两平半左右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在10月初开始呢 就似乎就已经是 那就是呢 那就是呢 他会回到这个 48元到52元之间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如果你说呢 现在去买入的时候呢 那可能呢 就那个食博率 就未必是那么高 短炒就未必是那么食仪 那就是呢 那短炒的话呢 可以考虑呢 是在 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45到47元之间 来买入 那这个中长线投资 就是以收费的考虑呢 那现价买入都没房子 但是有个心理准备呢 一般的收费股呢 可能那个次股期呢 都在说的是 是两至三年的时间 嗯 好 谢谢聂长 那最后打一答网友 那他就想问一下美团 那他就在285元那里买入的了 3690美团 那他在285元买入 那现在他就想问一下 走不走好呢 因为他都怕市场回调 那他到今天就跌3%左右 但是他都创过一个叫高位的 那今天就 那他到现在这个水平 是不是应该take profit 那还是应该怎么处理呢 那我相信就很 因为你以下周至 那你好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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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那你好视乎 那你好视乎 那我说 那你好视乎 你好视乎 那我说 那我说 那么呢 如果出現一個高開的時候 高開200點 美團已經標了上去 292或者以上的時候 在那個位置就應該要考慮自賺離場 好 跟我們再回答最後一條 有網友問一些科網股 電商股 阿里巴巴 今天跌3%左右 收$293 去到螞蟻也上了 阿里巴巴的前景是否有機會出現回調 還是你看到仍然有機會向上呢 短期來說 都視乎一個大肆氣氛的表現 如果那個大肆氣氛 都是由美股拖累有一個脊弱的狀況 阿里巴巴那個獲利盤 都會的沽壓是比較明顯一些 如果看10月中的時候 那個股價就在這個$285之前 就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如果你說設定一個離場的位置 如果你說夏天的狀況的話 比如連續兩天收低$285 就先考慮指示離場 如果它不跌穿的話 我相信在11月來說 其實都很大機會再次破頂 可以有機會上市是$315 甚至是$317 在這個位置 好 謝謝葉Sir 今天和我們分析一下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 遇到